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5月19号星期五 去年我记得9月份还是10月份的时候 当时我录了一期视频 我说中国的汽车出口已经超越了日本在那个月 在那个月我觉得他好像就是第一次正式超过了日本 但是当时我说这个数据是有争议的 我说有可能就是说官方还不能够官宣 还不能够承认 但是我相信过几个月肯定会有的 当时去年9月份就一晃了到今年的5月份来了 这一下七八个月过去了 那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 5月15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最新的数据 今年一季度 就是说一季度应该是一到三月 中国汽车出口数量99.4万辆 按年又增长了70.6% 又增加了将近等于翻了1.7倍 日本的一季度汽车出口就前三个月 95.4万辆 那中国这次可以正式的官方的来官宣 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的汽车出口国 当然是第一个季度 但是按照中国现在增长速度的话 这只要超过去了就很难再往上走了 那其实去年的时候已经超越了 去年时候我已经公布过了 但这个数据有争议 有小伙伴就不太理解 去年的时候就不太理解 那我今年给你解释一下 日本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口径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统计的是新车出口 日本将旧车在海外的销售也纳入到了出口统计的口径当中性 那如果是统一口径的话 实际上日本的新车出口 去年就已经被 就我宣布的时候 就已经被中国超越了 但是因为日本他喜欢这么去统计 那所以就算了 没关系 反正你把这个数据都算成 我们这边的增长速度快 最后早晚都是超过你 所以去年的时候我就说 我说当时可能这个数字有一些争议 不方便的去官宣 但是你相信我这就几个月的事了 现在这几个月的过来就这么个意思 好吧 这个来讲 人人日本把这个加入进去 也有一些道理 人家在海外市场搞了这么多年 大量的二手车旧车都是日本的 所以他进行一些统计 我觉得 而且他这个统计 我没太搞清楚 他在海外的销售 把这个旧车到底是怎么一个海外销售 我具体不像 也可能就是说 也是就日本的旧车往外卖 他应该不是 就是说已经卖出去之后 再次转卖 而是就是说日本 他比如说我今年我新造的车往外卖 就算是这个汽车出口 那我日本呢 有一些呢 我们日本 我们日本人可能讲究 我们差不多呢 我就换新车了 换了新车之后呢 这个旧车呢 我可能卖到第三世界国家去 卖到一些什么非洲啊什么的 哪怕是二手的一些丰田这种什么陆寻啊 Prada啊这些 不是不是 普拉多 不是普拉多啊这些 对不对 那到的这个非洲可能还是有人愿意买 有人愿意要 他把这些呢 可能也都算是汽车出口 那这来讲呢 就是说你中国的二手车往外卖 其实不太好卖 所以呢 你怪人家呢 你也不能怪人家 人家这的确是从日本的往外出口了 所以呢 人家把这个算成出口呢 也是正常的 好吧 那当然了 反正不管怎么着吧 有人就矫情 就是去年就超过回京上播 去年我就说了 反正这几个月的事啊 不管怎么着 反正超过了啊 中国汽车出口呢 弯道超车 主要呢 还是靠呢 这种新能源汽车就电动车啊 2023年前四个月啊 中国新能源汽车 按年增长的呢 1.7倍 呃 第一季度呢 这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啊 在全部 就是说第一季度啊 呃 所有卖的新车里边 新能源汽车占多少 你知道吗 25.5% 四分之一了 也就是说现在在中国 每卖出去四辆车 就有一辆 是新能源汽车啊 当然它这新能源 我不知道是纯电的 还是就是说混合的也算啊 但是25.5% 就四分之一了啊 那这个比例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 全球的平均水平是13% 中国基本上比它翻了一倍啊 中国是这个全球平均水平的 这个一倍啊 那我们来看看啊 德国和欧洲呢 还是比较靠前的 因为德国欧洲呢 不是讲这个环保 讲这个绿能 讲这个减排嘛 那德国呢 差不多占到18% 就新车里边 每卖100辆 有18辆式啊 欧洲呢 是15.3 欧洲是平均下来 整个欧洲平均下来 也就是说呢 德国还比较多 有的有可能拖后腿啊 那美国呢 你猜美国是多少 能大概精彩 他说我告诉你啊 美国是8.8% 每卖100辆 就有8.8辆 差不多就9辆吧 是这种新能源汽车 所以在美国上比呢 还不是很高 那拜登呢 这个其实他从上来 他从上日以来 就一直在推 从2021年 他正式上来 1月份他正式上来 就一直在推着电动车 有一定的帮助 甚至我们有一阵呢 我们说2021年的电动车元年 而且拜登呢 还这个签了这个法案 给电动车的大量补助 但是这两年看起来 电动车增长的速度呢 还是很慢 美国人呢 不是特别润啊 而且呢 后来随着这个汽油的价格呢 在下降 这个电的价格呢 在这个上升啊 以前呢 你在外面充电的话 他这个价格真的是比较便宜 非常便宜啊 那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电动车 中国人越来越多 现在呢 如果你不在自己家 充 如果你出去充的话 他那个电费呢 涨得挺 涨得挺多的 最近 我们那天跟我老婆 我们算了一下 那差不多 就是说你在外面你充电 和你加油 如果都是在外面搞的话 这个价钱已经非常接近了 当你要在自己家里面 装一个这个充电器 然后呢 去这个充的话呢 那还是便宜 但是外面是这个涨起来了 呃 比较贵 当然反正我们州是这样 我不知道其他州 也许有多州电费便宜 有多州电费便宜 有多州油费便宜 这都不好说 对吧 呃 但是呢 反正在美国的这个电车呢 现在真的是不是很吸引 而且电车呢 现在选的余地呢 这个非常非常少 呃 那特斯拉呢 现在就是说 就像我前两年预言那样 特斯拉呢 在急速的 就是说丰田化和本田化 啊 在大量呢 去抢这个丰田本田的这个市场 昨天 他前几天 有个小伙伴来跟我说 说这个这个特斯拉啊 在他们那儿 基本上已经跟这个凯米瑞和雅各 基本上就一个档次去了 我说本来就一个档次 哈哈 本来就一个 只不过以前就是吹的比较大啊 但是他说就是摩多外和摩多三啊 那我说这摩多外摩多三本来就跟呃 凯米瑞他们是一是一个档次的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所以在美国呢卖的不好啊 美国8.8%已经不好了 那日本呢 日本你猜怎么着 日本2.8% 日本每卖100辆车 只有2.8辆是电动车 那日本的电动车照来讲呢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说落后 在全世界来讲都有点 而且他毕竟呢 日本也是一个汽车强国 对吧 这么一个汽车强国 最后呢 电动车上就是说这么的拉胯啊 让人就是说 呃 很不看好他 现在很多人不太看好啊 那丰田呢 依然是现在世界的 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啊 去年2022年呢 丰田卖出了1050万辆车 那么里面有多少辆电动车呢 丰田去年卖出了24000辆 他卖了1050万辆车啊 只有24000辆 这个比例就更低了 是电动车啊 那对比 特斯达呢 卖了130万辆去年 对不对 呃 那丰田呢 去年推出了第一款 全电动车型 BZ4X啊 但是就在去年夏天的时候 因为缺陷 不得不停产 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有很多这种中国的小伙伴呢 非常非常乐观 觉得中国呢 现在这个已经把日本打败了 在汽车工业上啊 因为将来呢 就是这个电动车的天下 日本的电动车呢 已经完全没办法追赶中国了啊 我个人来讲 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啊 斗争其实才刚刚开始啊 我希望大家呢 不要这个过于乐观 或者盲目乐观 日本呢 在汽车制造方面 积攒了多年的这种呢 呃 技术优势 这不但是你 当然你说的发动机 发动机 不要了 除了发动机之外 还有其他的东西啊 日本呢 会迅速的转型过来 而且相对来讲 电动车在使用的这些 就是说呃 零件啊 这种部件上来讲 比电动车销来讲 少一点 也简单一点啊 所以呢 我觉得日本的在在在这方面 就追上来呢 呃 恐怕也不是很难啊 他以前就是压错保了 以前偏要搞什么轻能源啊 就完全压错保了 呃 但是呢 也不能说这个完全没入啊 这个轻能源呢 有一个好处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啊 有一些就是说 需要有劲的那种车 用电的话 不太现实 比如说拉一些集装箱的 这种大货车 一些大卡车什么的 用电的话有问题 那现在普遍认为呢 这些车如果用这个轻能 就用日本这种轻能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好 实际上呢 现在也是就是说 马路上你看到这个车 一般的我们小轿车 都是烧汽油的 那些大货车啊 那些拉集装箱的大车 很多呢 其实都是拉 都是柴油的 或者甚至就是百分之百 都是柴油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他要的东西呢 是不一样的 技术不一样 所以呢 他在这方面积攒的 这些轻能的这个经验来讲 不见得以后就没用 很有可能就把它就发展成了 就是说小轿车都是电动的 然后大卡车呢 可能都是这个轻能的 有这个可能性 当然这个呢 这个 再说他在这方面 他在轻能方面 有他的技术优势啊 但是就即使是在电动车方面 丰田现在也开始了 就不光是丰田 整个日本的车企都在呢 这个奋起直追啊 丰田呢 这个他这个前面这社长呢 干了14年 在去年的时候呢 这个换了社长 换了这个新社长 你看出来这个决心之大 还有彻底呢 就是说向这个电动车呢 来转型 丰田的历史呢 今年要推出的10款电动车啊 要跟你这个电动车这个地方 要这个对决一下 我觉得丰田最后如果出入电动车的话呢 嗯 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丰田他是有办法 因为他造车这么多年 他有办法把这个车的成本性能非常低 啊 那么他在电动车方面 可能没有什么技术优势 但是如果价格足够低的话 也是不一样 你看前两天这个尼康出的这个Z8 我也是说 对不对 你说真的看技术参数 跟索尼的这个Alpha 1 加农的R5什么的 其实也都差不多不相上下 但现在价格低啊 它价格比你低这么多 你懂吗 就是说那么日本车呢 历来来讲也不是说 就是说以什么性能的来助成 你跑到多快 或者怎么样 它并不是那样的 日本车历来都是呢 就是说稳妥啊 然后呢 经济 节能 这一直来讲是他的这个优势 所以呢 他如果继续就是发扬 他的这个优势的话 我觉得将来在电动车领域呢 他还是有这个竞争的这个空间 而且目前来讲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就中国现在就可以说 可能是最好了 电动车的话 也只占四分之一 燃油车还是占了这个75% 所以呢 也就是说电动车的发展 现在远远的还没有到大决战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呢 都是在这个起步阶段 谁呢 也没比谁呢 就是说差的 就是说太多 或者好的多少啊 就包括特斯拉也是 尤其是特斯拉的这个不争气 小毛病太多了 见到特斯拉 朋友买特斯拉 没有不去修的 哪辆特斯拉都是修出来的 都不是造出来的 都是修出来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样下去的话 日本如果能够秉持它的优良传统 就说我小毛病少 不用修 然后呢 最后呢 我呢 这个成本低 我价格便宜的话 我觉得日本车的确确 还是跟中国车来讲 我觉得它是有它的竞争力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我希望大家不要过于乐观 很多人现在太乐观了 我觉得中国这汽车工业已经崛起了 中国这个技术转型已经成功了 我觉得呢 现在这么说还为时尚早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呢 我相信日本政府呢 最终一定会呢 强势介入 会给那巨额的这种补贴和政策的这个支持 我相信在日本国内到了最后 就是说 只要往电动车转的话 我相信日本国内的民众 还是会支持自己的这个本国的这个企业 所以呢 在政府的支持之下 在日本人民的支持之下 我相信日本的汽车工业呢 还是有未来的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日本的汽车工业 最后可能就要这个不行了 就彻底完蛋了 就是说已经这个失去了它的汽车工业 这个呢 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日本的汽车行业啊 的出口 占日本总出口的20% 日本有20% 对外出口都是靠汽车 然后呢 占日本就业岗位的8% 所以日本的汽车行业 如果完全这个垮台了 像某些人说的就垮了 垮掉的话 那日本经济就完蛋了 那出口减20% 然后8%的人这个失业 那是什么概念 那是没法接受 而且这还是讲的 就是说这个直接的 你懂吗 你如果这个渐渐的呢 上下游的这些东西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日本政府呢 会这个全力以赴 跟你就是说拼到底 而且日本汽车呢 在这么多年 在汽车行业里呢 积攒了非常好的 这个良好的口碑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露死谁手 尤为可治 我希望大家呢 这个不要过于盲目乐观 好吧 反正这是我个人观点 这期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但是最后呢 还是这个恭喜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制造业啊 不管怎么着 这么多年呢 就是说这个发奋图强啊 终于呢 算是可以官宣的 可以扬眉吐气的 可以正式的宣布呢 自己超越日本 成为了全世界的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超越了德国 去年超越了德国 今年超越了日本 其实去年就已经超越日本了 但是没关系啊 就算今年吧 超越日本 好吧 这个来讲呢 还是这个 这个绝对值得肯定 而且呢 就是说这种产品的出口 比以前出口什么口香糖牛仔裤 要高级多了 而且呢 这个 付加值 也高很多 而且这样子呢 会让你的工人的生活 变得呢 就是说 我觉得生活更好 因为你造这种东西 你往外卖 你的工人的收入生活 就会比呢 造什么牛仔裤 口香糖 就好很多 这个呢 算是 的确确 这是就是说 算是这个产业转型 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就 但是你说 现在就断言 说完全成功 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我只是这么说 我不想到过于的盲目的乐观 好吧 那这期间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